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光说要显文诺 先要提提这个在今天的这个星期天的第二场赛事里面呢 沙菲士他对这批呢 诺亚雄心他所做出的这个判断 对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赛后点评战嘛 对 战我们经常都有的哈 评我们不是说是凑秤那他们的那个起法 只是我们交流一下 马匹在镇上是不是需要阅速的那么严重啊 我们来看这场赛事 就是给你看不同的角度 诺亚雄心 你看在外面那一匹就是红色彩衣的那一匹 触杂不慢的 他在这个外栏的位置 马匹走出来的时候 马匹已经有点强口 但是呢 他就没有给他找钱了 你看 他可能就是赛前指示 他不能让他钱 你看马头一直就是这样 你到这个位置 但是马匹还没有钉下来的呢 我们等一下一直看呢 这个马匹呢 现在的角度可能看得不清楚 但是我们等一下用另外的角度给你看 马匹一直跑呢 好像跳蓝这样子了 转到直层之前 这匹马最少跳了10个蓝 那这样子的马匹 你看你看那个脚啊 人家在跑 他就在跳 然后你看骑士的手 一局好像是不愿意放手 好像是他先出头 但是因为你前面跟骑士这样斗气的时候呢 沙菲是很认真去打他 没反应呢 为什么没反应呢 就是因为他前面跟骑士一直不是竞赛 而是斗气 所以就是这样的缘故 这比洛亚崇星 在最后直层是会不成军的 完全没有办法威胁对手 主要的原因 我们就是真的是有一点疑问 前面的那个处理 我们来看看这个走位系统 那走位系统上面呢 就是这个阶段呢 他已经准备要打边了 可是这个马匹被他在早段的时候这样约束之下呢 已经是有点无所适从 茫然了 你现在打边 我早都已经没有力气去冲刺了 所以就看到马匹是越跑越慢 最后落后马群呢 可以说是非常之远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在对面支撑的时候呢 出闸不远的时候 这个马头已经抬得非常高望天了 这匹9号就是诺亚雄心了 这个角度看出来是最明显的 你这样子约束他墙口呢 十匹马呢 我们常说呢 九匹都没有办法赢的 所以呢 这场赛是在前面这样子去扣住马匹呢 不让他去放 红朱丸我要提一下 他本身是在这场威胁不是很大的马匹 他早段一出来就在前面领 结果呢 最后还能跑到第四 就是我觉得你在你控制不了马匹的时候 没有办法安抚的时候 不如就放他跑 对了 因为你想象一下 你去运动场 你去跑步 那个口我用一条绳子拉这里 你跑的时候我一直拉 你痛吗 肯定痛的嘛 一痛的时候 你还会集中精神在跑吗 我不是说他处理对还是错 只要马匹一这样子的话呢 我宁愿他松手让马匹走 可能都输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找遮挡 对 要你就快一点走去人家别的屁股 那你又不要 你在外面 一只马匹这样子往天看 往天看来跑 能赢的话呢 我觉得真的是意外了 有的时候是他可能心里想的 我不能挤去里面 挤去里面的话呢 可能踢到人家的脚 再一个呢 可能等一下没有人给我开门 我还想赢这场赛事 因为他是有票的马匹 但是整体的论 我宁愿就是 你一抢口 你就松手 让他走 输不怪你 现在输我也不是怪他 但是你没有必要这样子跃输马匹 跑千二公尺 你跃输他八百公尺 然后直针的时候 你放他走 他都不愿意走了 就是觉得是还有改善的空间呢 在骑工方面 处理上面 对 因为他是见识生 我们只是交流一下 我也是懂骑马的 你也是懂骑马的 我只是告诉你 马匹呢 你约束他 他只是跟你斗气 不是说听你的话 因为我们是有很多数据的根据 对 很多的啦 这些情况 那不过呢 这场赛事沙菲氏发挥的这个是可以说是值得商榷 但是呢 接着的那场赛事呢 他又超水准发挥 对 我们要谈的就是一场的这个漫步速的经典赛事 这场赛事呢 他就是占了人家的光 对 我们来看看是谁帮他的 那同样也是沙菲氏 这场赛事呢 他本身他没有想到 这场赛事呢 他跟着这个千领马匹的易如反掌之后 易如反掌这场赛事呢 不像以前这样子呢 走得比较快一点 走出来的八百公尺的时间是五十五点一亿秒 哇 这样的那个时数跟另外一些赛事呢 大概是四十九啊 五十秒呢 慢了五秒 尽管这场赛事可能水准不是太高 都不是很低啊 平分六十七 但是呢 就是因为易如反掌没有压力的情况底下 你后面参赛马匹也不多 你们一起拉的话呢 就慢慢一起拉了 所以沙漠之鹰呢 就跟着非常的舒服了 根本这个前面的那个八百公尺呢 对他来说呢 只是步行出去跑道 然后跑最后的那个一千四百公尺而已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 易如反掌这匹马呢 在这个时候呢 也犯了一点点的那个判断错误 因为他慢步数领放 一直可以维持这样的慢步数 等到支撑四百公尺 跟你们一起冲四百公尺的时候呢 说不定银马就是易如反掌 但是呢 费德赫有时候也是因为年轻没有经验的关系 他在对面一千两百公尺已经发力 那马匹冲刺啊 在本地的马匹 最多最厉害冲六百公尺 给你再多了八百公尺 你一千两百公尺发力的时候呢 你最后的三百公尺怎么去可以顶得住人家后面上来的马匹呢 你看 他现在已经慢步数里 没有必要拉开那个距离吗 跟沙漠之鹰这样子在这个位置一起舒舒服服 那个气量很轻松的在跑 然后到直撑的时候 冲了四百公尺 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急速可以改过他呢 但是呢 就是因为他判断错 一千两百已经是发力 然后直撑的时候要打变了 前领马匹在这个时候打变 你以为他还可以交给你什么的速度吗 没有的啦 但是沙漠之鹰就聪明了 来到这个位才发力 打变 拉开三个马位 对手跟他的水准不见得是高两个级别嘛 我尽管你比我强一点 对啊 一击追啊 追回这个四个马位啊 但是最后过重点 还是我在前面先过重点了 所以沙漠之鹰就是欲如反掌带他迎接成筹码 我们看这个走位系统呢 现在到四百公尺的时候呢 这个他已经是走脱了 这个时候选择发力呢 其实任何一匹马能在前面前三名的马匹呢 走这个位来加速的话都有机会赢 可是呢 只有这一匹沙漠之鹰 一匹呢 灌跑沙地的马匹呢 现在在草地上面就建功了 而且是一场2200公尺的赛事 所以说赢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 这一场赛事因为他选择这样一个好位 那他在跟的比较漂亮的时候呢 就能赢出来 那本来这个地牌能跟到第二位的马匹 如果是奇幻都市的话呢 他也能赢出来 但就是他选择了跟在第三位 结果呢 因为跟在第三位的话 就有点要约束他 不可以快也不可以慢 所以呢 到最后阶段呢 他已经是用的差不多了 只有这一匹沙漠之鹰呢 利用到了这个步速 这个步速的问题啊 如果快步速 大部分都是留在最后一匹鹰嘛 如果慢步速 要就是前领那匹 要就是跟在第二那匹鹰嘛 不可以离得太远 对 因为慢步速一起冲 我交出22秒 你能多快 你21秒啊 五个马位啊 不可能的事嘛 就很少有马匹能做到这样的水准呢 对了 这一场赛事呢 大热门本来是不列 显文诺侧奇的马匹呢 他在这场赛事呢 最后怎样呢 给人家害了 输的是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好像非常的遗憾 因为是大热门 结果呢 怎么呢 今天真的是星期天呢 输了 但是大热门就是数字不尽啊 到了后面呢 每一场只要他的侧旗的马匹呢 都是大热门 结果要么就是微差 要么就是输的让人不能看 那我们来看一匹就是输的更严重的马匹呢 就是这匹阿发 阿发 阿发这匹马呢 我现在开始要修正他的那个能力啊 对他的评价 对啊 因为他以前最大的毛病就是 他一直不跑这个标准半级 这个可能没有锻炼好 可能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就是前面的水分比较多 对 一直都是跟三岁马匹跑 一直跟是同龄的马匹跑 每一次赢 赢都是同龄的马匹而已嘛 这一场他跟他的旧旅 梁匹马 丹尼尔还有他一起来出赛了 所以纳迅也是聪明了 可能他心中已经有输了 所以说最后访问他 他说给他休息再回来 我们又看看以后休息回来是怎么样了 总之呢 这场赛事呢 我看纳迅心中就说了 我主力在丹尼尔的哈 你阿发 你怎么走你的事 所以结果呢 阿发就输的真的是很惨 打下去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个情况呢 是跟上一场赛事呢 对这一匹南瑞典那场赛事一模一样啊 就是他好像是不吸引跟年纪大的马匹同场角逐那个不输 内马斯赛后就说了 戴了眼角他都不集中 不集中是个原因 他不吸引这个不输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 但是丹尼尔不同 就算丹尼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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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肯定这场赛事之后就放他去放假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 放假回来看看他进展怎么样 那但是回来的第一场赛事还是要小心 因为很多时候修修回来的第一场赛事 很多马匹都跑不好的 我们来看走位系统 丹尼尔他这场赛事其实是练马师 是为这场赛事设置的一个双保险 就担心阿发做不到的情况下 我至少还有一张王牌在手上 如果阿发可以做得到的话 他就不必去打这张牌了 可是看到到了直程的时候 阿发打下去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的情况下 又有外侧这一匹策马大人的威胁 还好最后丹尼尔能顶住 我们看这边其实丹尼尔也是很辛苦 因为要面对还有另外一匹伯加特在那边 准备给他关门 他一出头阿发是明显是打下去没反应的 注意看外面还有一匹 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就是那个7号的策马大人 他说这么远的距离他最后阶段冲的这几步 真的是我觉得在千四公尺这匹马以后可以长期的关注 不过听说丹尼尔赢了这场赛事之后就可以旅游了 包括骑士这个白布朗也有幸可以去韩国了 不过他说了韩国他可能长地的关系 我跟你说了白布朗不用担心丹尼尔是杀地起家的 对啊 所以这个是他可能也是谦虚了 对啦 常常放一些烟红弹的 不过去韩国呢 我相信连去年陈英旺都可以满载而归 今年的他们应该不会空手 对啦 但里尔的水准呢 比这个曾经去过韩国那些马匹更高 所以不用担心了 可以再预贵来的了 好 分析完了这三场赛事 我们先来看看裁判报告 那这星期天的第十场三号望利多呢 是发现他的左后蹄的蹄蹄脱落了 而五号法吉利这样一匹银马的马匹呢 他是左前蹄的蹄蹄脱落 总结一下星期天的三场赛事 第二场九号诺亚雄心 全程约束 极不规矩 第三场二号沙漠之鹰 慢步速的受惠者 第九场一号丹尼尔持续进步 远征才能再赢 节目的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就把这两天的赛事都分析完了 接下来的赛事就趋于平淡了 我们要守望的就是这个 今年的最后一个大赛就是禁杯了 通常八九月的那个赛事呢 比较平淡一点 所以最近的赛事呢 参赛马匹也不算是很多 水准也不高 很多马匹都准备年底的大赛了 嗯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里了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烫得应该的 料理